药芸 朱芸 你怎么受伤了 我妈 她不肯认我 所以 为了把她留在我身边 我就 若芸你怎么能胡闹呢 那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难道你让我每天看着她 卖花流浪过苦日子 然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换成是你 你做得到吗 不问有她的苦衷 你这话什么意思 立刚 你是不是早知道我妈在哪儿 你见过她对吗 对啊 你一定是见过她 所以你才知道 她不肯认我的对吗 立刚 我在问你话呢 你回答我呀 你都猜到了 我 我还能说什么 我确实见过伯母 我确实瞒着你了 我劝过她 我真的劝过她 可是她始终不肯 我也不理解 她把她杀人犯的身份 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她不想这样 她真的是在为你考虑要入园 她怕拖累你了 或许你也应该尊重伯母的意思 尊重她的意思 那谁来尊重我的意思呢 她不可以 你就替她瞒着我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十五年了 我一直都在找她 好不容易见了面 她还不肯相认 害得我用现在这种方法 装病躺在床上 就为了让她不要离开我 若云 你想过没有 但是我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如果你逼得太急 你想不想过 伯母一走了之怎么办哪 这十五年 我天天都在担心 我在想 她在哪儿 她过得怎么样 过得好不好 每天 每天我都在为她担心 我一直在检讨 可是你呢 你知道 你知道 但你却不告诉我 李刚 若云 我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 要真为我好 你就不会这样做了 你应该告诉我 让我自己来选择 为我好 当初因为伪强的事情 算了 我不怪你 你所谓的职责所在 可是现在呢 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吗 你很清楚我这十五年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 我 你心虚 我心虚 真的是分开的时间 太长了 十五年的时间 可能 我们都憋了 都憋了 你 grasping 你心灵臭 你嘴領 李咯 其实 我在此跟你重逢的时候 我好开心 真的好开心 可是 我觉得 变了 细许 我们是在 不应该相逢的时候 才重逢了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若芸 你想怎么做 你想怎么说 那是你的权利 我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对你的这颗心 没有人能改变 你知道吗 我尊重你的意思 我理解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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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芸 别哭了 你这样我心里很难受 你知道吗 若芸 我对不起 你也不想怎么做 没有人 你不想说 我 你不是有我们的 你不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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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请找陈总 在忙啊 现在人怎么都这么现实啊 知道我们张家有困难 一个个都在躲我躲得跟什么似的 妈 妈过得怎么样 看到我是不是很开心啊 你怎么回来了 我张家有问题 我当然要回来了 你犯傻啊 妈现在是急着脱手上的祸 你现在回来可危险啊 哎呀 就是因为危险我才回来的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哎妈我知道 我都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 我一辈三岁的小孩 妈 你别老像老母鸡一样天天护着我好吗 好不好 张瑶你听妈说 妈 哎 从小到大 我就一直在听你的话 也听着你的安排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这一次 我决定不走了 虽然我一无是处 就像玉玲说的那样 我连乞丐都不如 不管我有多糟糕 但是你 我的妈 我是肯定不能丢下不管的 张瑶终于长大懂事了 哦 对了 那些东西我会想麻烦解决的 哦 对 我们该分头进行 你自己要当心啊 嗯 好 我会当心的 张瑶 你这次能回来 妈真的很开心 妈 好了 我不管凶手是谁 他的势力有多大 我再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 一定要把他吉捕归案 听明白了吗 是 学长 我看了这几年 甄办的情况我很不满意 为什么每次遇到天霸总会的事情 就不了了之 这是因为 好 不管以前是什么原因 总之 以后 我不希望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放心 局长 我们一定全力甄办 好 没事的 你们去忙吧 是 翠姨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 我答应过你我要回来的 而且 你的伤还没好 你先坐下吧 嗯 翠姨 翠姨 你怎么了 看上去心情很不好 是不是在外面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呢 没 没什么 其实 我把你当长辈看 你也可以把我当自己的女儿看 有什么心事 你就告诉我呗 真的没什么事 那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事 可以吗 行啊 在很多年前 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了一个叫李刚的男孩 他幽默 帮你 帮你 而且 还总是逗我乐 我妈送给我的香火袋 还有她送给我的手电筒 一直以来 都是我的护身符 你知道吗 我这么多年来 就一直盼着 盼望着哪一天 我能再遇见她 结果呢 结果 前一阵子 我真的见到她了 当时 我真的特别高兴 特别开心 可是 也不知道 是因为回忆过于美好 而是现实过于残酷 我觉得 我们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兴许 如果没有尾墙 就是正好这件事情 她可能 散了 我也没有必要为了我和她之间 找什么借口 我知道 其实尾墙这件事情 只是一个刀活心而已 那个 那 你和你弟弟 为什么没相认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啊 紫昂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不和你弟弟相认呢 老天就是这样子捉弄人的 我们一个呢 认了红叶做干爹 一个 给许天霸当了义子 这锐记 和天霸总会 明镇暗斗了很多年 所以 她怎么也不会相信 我找她 认她 其实不是在利用她 若云 不管有多难 我一定会想办法说服围墙 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孩子 更不能看着你们反目 有的时候我在想 如果 我和尾墙的身份 倒置过来的话 会不会我也像她一样 根本 就不会去相信敌人的话 那现在 你有什么打算 我不知道 反正我也已经等了十五年了 我不介意再多等一段时间 总之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让她相信我 接受我 这个 你就不用担心了 这些年 你一定过得很辛苦 嗯 嗯 真的特别辛苦 我找了很久我的家人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你知道 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这个 是让你一次一次有了希望 然后再一次又一次地绝望 我为了找我妈 我为了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李妈妈 又从她那儿知道 我妈因为杀人被关到了监狱 可是当我到了监狱 我最后还是没有见到我妈 你竟然知道 她是个杀人犯 为什么还要找她 不 她不是杀人犯 我相信 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妈她一定是有苦衷的 好 就算她是杀人犯 那又怎么样呢 她还是我的妈 是我的亲妈 难道她 难道我会因为这个原因 就不去认她吗 你说呢 拜访 李队长 你找我 是不是因为伪强她 后北相无关 我今天见到了若焉 我们之间谈很多 我好像明白了她的意思 所以呢 你们 尽管我不想承认 但是你好像 真的比我更舍的 走 若云小的时候 吃过很多苦 一定要好好对她好吗 skills 你怎么会 努力 文字幕 math Task Force 写绝 嫂子 我 会长 这是按照您的吩咐 准备送给陈局长的礼品 知道了 很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让他们去备车吧 是 你看这间包房要坐这么多人 好像小了点 我真没想到 局长您会带着属下同人来啊 许会长好像不是很欢迎我 这什么话 我许某人哪里请得动你李队长啊 我呢是初来乍到 蒙会长台做东请客 我怕我不懂规矩 闹出笑话 所以啊 我就请人来冲城场面 局长 你说的这是哪里话呀 嗯 局长 这是我们会长的一点心意 请您笑纳 许会长 我是刚到此地 没什么剑术 怎么好意思收许会长的礼呢 还是麻烦许会长收回去 是不是 我背的礼不够厚重了 要不局长 改日 我让人把厚礼给您送过去 怎么样 许会长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们局长的意思了 嗯 那 那是我背的礼不合你们局长的胃口吗 许会长 你就不要费心背什么礼了 我靠局长这份酬劳 想要大富大贵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基本生活 是可以温饱 我这个人对生活没什么要求 要想飞黄腾达 我就不会选择干警察了 看来 局长你是不给我许某人面子啊 啊 只要许会长安分守己不犯事 什么面子不面子 那是没什么影响 我这个人绝对不会借故敛财 相反的 你们天罢总会要是再干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这点礼物 也保不了你们 局长 看来许会长 已经没什么心情吃饭了 许会长 这些菜 您就留着慢慢吃吧 嗯 告辞了 他娘的没一个是好鸟 好啊 一想到喜天办的熊艳 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先别高兴得太早 许天霸不可能就这么放弃 是啊 不过今天局长说了一句话 我倒很赞同 他说想要飞黄腾达的话 就不会想着做警察 有骨气 看来跟着这个局长 我们可以吐一口恶气了 是啊 终于有机会 铲除天霸总会这颗毒瘤了 许天霸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会有这么一天 话虽是这样说 不过 但是你要记住 后面肯定有场硬仗要打 怕什么 只要没人包庇他 早晚抓住他的狐狸一巴 那倒是 难道我许天霸药就没运了吗 哼 我就不认这个命 谁跟我斗我都不怕 有事说事有皮放屁 呃 会长 我认识 买家那边 已经在下面搭上线了 买家是谁 张扬 张扬 嗯 怎么样 货还不错吧 嗯 很好 很满意 那钱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黑吃黑是吗 说得对 我要取回我的货 啊 啊 不 许 许 许会长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许会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只要是烟土 就一定是您的吗 他娘的嘴还硬 给我撕里的 啊 放开我 敢坑我们天霸总会 啊 呃 呃 呃 别打了 住手 那我的货呢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把人给我带回去 找三顿刺路 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上 呃 带路 走 走 好 好 谢谢 谢谢 对不起啊小姐 张扬的事 是我没处理好 刚才得到消息说 他已经跟许天霸派来的买家 在进行交易了 那现在 张扬就是落在许天霸的手里了 他还有活路吗 那这样正好 不就没办法洗刷冤屈 难道 他要一辈子多多藏藏的 不信 我一定得想办法 证明人是张扬杀的 本来呢 我是准备去找李刚的 看看他能不能查到 天霸总会的货 在张扬手里面 这样 我们说不定还能 想办法 让张扬去认罪 对不起啊小姐 没关系 这也不是你的错 虽然让李队长 抓到张扬手里 我有天霸总会的 烟土是最快的方法 但是即便没有 当场交易的证据 还是证明不了 张扬黑吃黑 我们可以 查一下张继货车的 货运情况 这也应该是一个方法 不过眼下最麻烦的就是 如果张扬死了 就死无对证了 那我去找叔叔 叫他让婶婶 去找许天霸 洛云 如果张扬被打死了 你去也是于事无迫 那如果张扬没有死呢 没死 他们会不知道 张扬做的这些吗 他要是知道的话 肯定会掩盖事实的 那怎么办呢 难道 就只能等在这儿吗 明天你找李刚 问问消息吧 银行 好 不 我 好 好 快 那我明天找时间 去找礼庚问问情形 奴言 不要感到太失望 只要人活着 就会有希望 这一点 我想你的感受 应该比谁都深了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快去休息吧 爸 我值得了 谢谢 好了 你先上去休息吧 让我来 我扶你上去吧 翠衣 刚才 我看你 挺关心郑豪的似的 怎么 难道你们两个认识吗 因为 因为他救过我 救过你 是啊 说起来 也是有缘 那个时候 我刚到这儿来卖花 被人抢了钱 就是正好帮我 把钱追回来的 那你受伤了吗 那你受伤了吗 那倒没有 后来呢 那时候 我刚到此地 没什么钱 散餐不济的 正好还买了粥给我 后来 他有时会来家里看我 陪我说说话 而且我几次遇险 都是正好及时出现救了我 什么 几次遇险 之前你遇到很多危险吗 都过去了 我想知道吗 拜托啊 你就告诉我 陪我 我有一次 无意间听到一个叫铁头的人 说要对锐济洋行不利 结果那个铁头 就想杀我灭口 那也是正好救了我 后来 正好为了保护我 还要我搬去和他同住 正好 正好 可以和翠姨一起生活 不 翠姨 那我有这个福气吗 你又不像他 是一个人在外头生活 你 你有家人的 不一样的好不好 你在我身边 我能感受到 像妈妈一样的温暖 你 你知道 我从十岁开始 就没有见过我妈了 我多希望 我多希望他能陪在我身边 虽然 以前的日子很穷 每天还过着东奔西跑的生活 可是那个时候 我感到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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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是 还是自意 你想和自己的家人一起过 如果你找不到家人的话 你可以把我 把我当成你的家人 我一个人挺好的 不好 你一个人我不好 你累了 没有人照顾你 回到家 家里没有人等你 我不舍得 不舍得你这么孤孤单单的 所以 我想 如果你的儿女看着你这样受苦 他们也会难过的 也会自责的 对吗 就像 就像我对我妈一样 若云 如果我是你妈 我会向老天爷祈求 把所有的苦都留给我 换得你的平安健康 对一个做母亲的来说 还有什么 比自己儿女的幸福快乐更重要的 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愿意把我自己一生的所有 去换取我家人的平安 那才是我真正的幸福 我扶你 我扶你 其实 我也好得差不多了 一直让你照顾我 只是为了贪恋那点爱 一点点 像母亲一样的温度 如果你执意要走 我总得去习惯 习惯你不在的时候 那还不如 让我早一点习惯呢 你的关心 只会让我更难过 只会让我更难过 还是不想睡啊 还是不想睡啊 刚才 我对我妈发脾气了 我也不想 可就是忍不住 我想劝她不要离开 可是她还是执意要走 因为伪恰 我也不能再装病 总是躺在床上了 兴许 明天她就要离开了 我一想到这个 我就 那 那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 如果我跪下来求她 不要走有用 我会跪下来求她的 如云 你觉得这么说合适吗 我不要走 只说明 她真的是很关心你 我想 她心里一定也很痛苦 好了 别哭了 我们再想想办法 慢慢让她知道 你跟她生活在一起 才是最幸福的 这句话 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 她真的好无奈 她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呢 难道是 难道是老天爷觉得我受的苦还不够多吗 你别这么想 就当做是老天爷给你的挑战吧 我会帮你的 而且爸也说 等我们 结婚的那天 会把伯母请过来 让你当众人亲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她应该不会让你难堪的吧 什么 你和爸 竟然连结婚这种事情都想出来了 说到结婚 可能还挺远的吧 可能是吧 爸想的应该比我远一点 你不想吗 我不告诉你 好了 去睡吧 走 好 竟然舍不得又何必执意要走呢 我 若云啊 还是希望你跟她讲过之后 你再走 怎么 怕讲了之后就走不掉了是不是 若云有你这样的干弟 我相信以后不管有什么样的风雨 我相信以后不管有什么样的风雨 有您陪着 那就够了 我永远无法取代 母亲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我并不属于这里 我并不属于这里 坐 我跟你聊一聊 坐 坐 坐 小姨呀 你知道吗 从你来了这儿之后 若云 就一直把你当自家人 他找家人已经找了 十五年了 你能够想象 能够体会 一个人思念家人 赵家人招了十五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在老年的时候 完全没有孩子的消息 我就安慰自己 他们的叔叔 会好好地待他们 可是当我出狱之后 我发现我的孩子们都不见了 我 那既然这样你怎么舍得 舍得若云受这样的苦啊 舍不得 也得舍 十五年了 很长的时间 就算我真是若云的抹气 我对她的陪伴 也不及红叶您对她的照顾呢 我再怎么疼她 也比不上母女贴心 我请您不要再说了 我 我在酒楼待过 我杀过人 我留下来 对若云没有半点好处 我知道若云不在意 可是我在意 我非常在意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 再受人指指点点的 难道 难道你就不希望 跟若云在一起生活 想 这段时间 我常常在晚上的时候 偷偷跑到她的房间 我就这么看着她 有时是很平静的样子 可是多半的时候 她都是蹴着眉头 那时我心里就想 难道是因为我 让她在梦里也不开心吗 我多么想抱抱她 可是不能 我已经给她带来太多的不幸 可是至少这一次 这一次 我可以确保她幸福 当雨水滴起 当雨水滴起 你的眼里 你的眼里 那是我思念的眼泪 牵挂的 牵挂的 那是我牵挂的 牵挂的 你 你 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